欢迎回来 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 2017年经济局势出现变化 包括自由贸易主义反思 还有财政刺激政策取代货币宽松 扎打仗为 今年经济维持缓步复苏 尤其美国川普 如果财政政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对全球包括台湾在内 出口都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2017年经济局势走向何方 美国川普新政成为瞩目焦点 川普计划年底前推出降税措施 好刺激资金回流本土 加上美国总体经济环境改善 美国一月失业率降至4.8%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达到1.69% 联者会喊话将开启升息步伐 美国会在2017年会加两次 6月加17 12月也会加一次 整体来看我们还觉得 2017年美元会可以 会可以升值大概5%左右 炸打银行专家指出 美国经济强势复苏 加上政策力多让资金回流 预估美元今年将升息两次 幅度每次为0.25% 整体美元升值幅度达到5% 尤其美国经济增长 对全球经济体 对出口好转都有帮助 炸打认为2017年 整体经济维持缓步复苏 目前的氛围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的 呈现一个比较温和的复苏 主要还是落在出口的复苏 这是一个关键 内需这部分来讲 我们觉得还是一个 比较稳定的状态 不确定性则包括 美国新政具体落实方向 以及升息幅度是否过大 此外中美贸易之间 是否能维持良好关系 如果它的一个财政政策 有一个更大的挥洒空间 那这个基本上可能对 我们前年甚至于尤其到 下半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也可能会有一个 可能更好的一个局势的 这样一个发展 除此之外的话 可能我们觉得 今年可能最大的一个变数 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 贸易的一个 它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关系 它会有怎么样一个发展 至于中国 收惠美国与欧洲经济复苏 出口将好转 但内需不动产与车市 出现杂音 GDP可能只能力保 6.5%增长 新谈电视胡宗翰 审慧彤 台湾代表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